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克刚在该国国家通讯社使出的文章中,对俄罗斯提出了警告的原因。 这篇文章谈谈美国与白俄罗斯关系,在长期试探后,出现了重大进展。 1月11日,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说,白俄罗斯已经取消了对该国允许的美国外交官数量的长期限制。 2008年,美国以人权问题为由,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。 这让卢卡申科非常恼火,要求美国驻开国大使限期回国。 35名使馆外交官中的30人也被卢卡申科下令驱逐。 自2008年以来,白俄罗斯将在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人数长期限制的5人。 后来双方关系回暖,但只是又增加5人而已。 如今,卢卡申科将这个禁令取消,意味着美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的人数将恢复到此前的35人左右。 这也预示驻双方关系至少恢复到了10年前的水平。 此举是在特朗普政府与白俄罗斯加强接触几个月之后,双方外交关系的一个突破。 而正在此时,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关系却陷入了一个困境。 卢卡申科作为统治了白俄罗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当家人。 当然,非常懂得权衡外交关系的利弊。 因此,穆书认为,从理性角度分析这件事, 这不是卢卡申科的心血来潮之举, 应该是具有比较重要的象征意义的与西方发展关系的实际步骤。 卢卡申科,这位被西方称为欧洲最后一个独裁者的白俄罗斯一把手。 是不是要和西方缓和关系, 防止成为下一个乌克兰而被俄罗斯吞并? 这么分析或许有点哗众取冲。 穆书也不认为卢卡申科能考虑到这么长软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已经不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了。 换句话说,在发展对俄罗斯友好的同时, 他也再对西方下注。 外交政策杂志引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说法, 称赞卢卡申科在对美国使馆外交官人数限制上的开放态度。 他说,这是一个重大进步,这是关系解冻的开始。 穆书认为,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带引号的亲美政策吧。 外交政策援引两位外交讯息来源介绍了此事。 媒体报道说,白俄罗斯外交部长乌拉奇兹梅克在1月10日的电话中, 以通知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维斯米切尔。 这一决定部分地扭转了华盛顿与明斯克之间, 外交关系持续的阴郁与衰落。 这种冷淡关系,可以追溯到苏联解体后的头几年。 当时,卢卡申科刚刚获得权力, 此后采取了几乎一边倒的亲俄外交路线。 比较讽刺的是,有媒体向美国官方求证此事时, 却被拒绝置评。 他们称,由于美国政府处于部分关门状态, 其新闻业务也处于减少状态。 但是,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月11日证实, 白俄罗斯和美国高阶官员最近讨论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情况。 该国外交部新闻秘书阿纳托尔赫拉兹, 对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表示, 是,我们可以确认,白俄罗斯外交部和美国的高阶官员最近进行过多次电话交谈。 我们讨论了白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各个方面, 包括改进的可能性,根据外交规则。 这些谈话的细节不便透露, 正因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关系似乎处于历史上低位, 而白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突然有了进展, 才让人们更感兴趣。 穆叔也如是, 觉得这里面确实可以看出一些国际关系变化的端倪。 卢卡申科早些时候警告俄罗斯, 如果莫斯科未能提供给白俄罗斯对高油价的补偿, 他可能会失去自己这个盟友。 白俄罗斯长期从俄罗斯购买补贴价格的石油, 但普京计划取消给白俄罗斯的价格补贴, 按照上涨的原油价格供货, 以减轻俄罗斯的经济压力。 这种压力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和西方制裁造成的。 显然, 卢卡申科用发展对美国关系来制约普京, 就看后者怎么接招了。 你如何看待白俄罗斯和美国改善关系?